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釋田谷 做釋田谷縣 來一場半日遊吧 我們現在來買釋田谷一日券 330塊可以讓你全線走透透 我們現在首先到的車站叫什麼站呢 這邊是下高頸護理 然後前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復古味的市場 車站旁邊的一家 八面 還滿濃厚的市場都會 但是其實不會太像 這四條路面電車上面 車子其實非常亮的迷你 只有兩截車上 我們現在到三下站了 大站一出來就有個小小的商店街裡 對啊,然後裡面感覺還滿多小店小餐廳 我們現在走到好的石瓶座這邊 是招財貓的八原子底 可以看到大成群的招財貓在身後 我們現在在公知版站 那這邊停了一個當初在江之島 步行的一個舊車線 還滿多小朋友在這邊 就是玩電動啊 或者是在吃飯做為一個休息場所 我們現在到哪一家了呢 我們現在到松陰神社前 商店街裡面還滿多 還有特色的小咖啡店以及小店 大家可以來好好花時間逛一逛 我們現在來到了松陰神社 那它是在提田松陰的一個思想家的一個神社 很多微星制是基本上是受它的思想啟發 我們離開松陰神社了 現在要去找一杯咖啡來喝 找一杯咖啡來喝 好,那就買自動發財機 我們到三軒茶屋囉 那很多可能不是東京人來東京球 只要開始都會選擇來三軒茶屋這邊來租 因為就是第一,其實交通也算很方便 第二就是租金還滿多 我們現在到了三軒茶屋的7個房間 它滿富裕的 還有昭和大正時期的一個風味 我們要去吃晚餐囉 今天要去特製一下薰製201號式 哇,Jennifer家店超好吃的 她吃什麼啊? 她主要都是吃一些薰製食品 譬如說薰製的牛肉、豬肉 然後可以跟朋友一起小組吃吧 聊天的一個地方 今天帶大家走赤田古縣的一個半日遊 那如果對於東京已經玩膩了 然後想來一場就是不一樣悠哉的旅程的話 也是歡迎大家來試試看這樣子的一個旅行喔 那今天就先這樣,掰掰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好,謝謝